在这个世间 日常生活当中 用什么态度 逢长作息 可不能当真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都是假的 一切法 一切善法 一切恶法 都叫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所以 一句佛号里头 不掺杂一切法 一切法放下了 心里头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齐心动力 想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快乐自在 为什么 极乐世界 我所需要的全有 我这个地方 一样都不要带 极乐世界 一切受用 一切受用 享受 心想四真 想什么 他就想什么 不想了就没了 还有哪个世界 能跟他相比 所以我们的心 可以完全放下了 我那边统统有 比这边好 无论什么 衣服 需要用的东西 统就有 不必从这带进去 年龄身体都不要 那边的身 比这个身好 这个身 是物质 阿弥陀佛的相分 金节相 极乐世界 法性神 法性神好 不老啊 无量寿 永远不老 化神 不是太神了 化神了 没有神苦 生老病死苦 在极乐世界 没有 没有 明词都听不到 所以 我们要用真心念佛 真心 真愿 真心 真愿 从什么地方 表现 从方向 彻底 彻底方向 一尘不然 心里头 就一句阿弥陀佛 向往的 向往的 就一个极乐世界 出着什么都不想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这样念佛功德难死 一尸为音呢 在临终 正念 先前 定 大方式 这个定字用得好啊 肯定 毫无怀疑 毫无怀疑 但此乃菩萨之神灵 我们能不能学 能学 学海贤 就是菩萨的神灵 他神灵当中 一切妄念 都没有 没有妄想 没有残念 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放下了